你好,我是褶子王子 我们来褶一款猫头鹰 我用的指标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褶 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褶 这一侧也一样 上面的角往下折 折向这个点压一下折痕 展开 把刚才的折痕对齐这个边 对齐这个边 压一下折痕 展开 再把这个折痕对齐这个边 压一下折痕 展开 上面的角折向 这个折痕 展开一下 沿上面这个第二个折痕这里 把这个部分撑开往外折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折下来 把这个角往里折 从上面这个点这里 下面距离这个角 留出一小段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往里折 从这个点这里 下面距离 下面距离下面的角 留出一小段 然后梳理起来 撑开压平 梳理起来 撑开压平 从这个点 这里测试这个点 这两个点 把上面的部分往后折 再把这个边捏起来 往下折 下面要露出一个小角 把这个展开一下 把这里撑开 按着折 还往里折 下面撑开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按着折 还往里折 下面撑开压好 把它翻回来 把这个角 往里折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往里折 把这个捏起来 从下面捏起来 转向其中一侧 放到背面 把这个角往里折 再折向 另一侧 翻回来 这里斜着压出一道折痕 下面斜着压出一道折痕 把这里撑开 撑开往后折 压出两道斜着痕 这侧也一样 按这个边 把它捏一下 这侧也一样 然后这样压出一道封线 把这个撑开 把这个撑开 下面这里 斜着压出两道斜线 这样一款猫头鹰就完成了 关注折着王的学更多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